最近黄金的价格是频频刷新高的 无论是现货金或者是期货金 目前美安市是在大约2180美元的上方游走的 然后在美国即将公布了关键的通膨数据之前 黄金在技术上目前其实依然是处于超买的状态 今天我们在线上就有马来西亚金钻珠宝航工会的联合总会顾问 兼东盟珠宝协会的署理会长肖德明 来现场给我们点评金价接下来的走势 德明早上好 微微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是早安 那针对金价近期频频刷新高 您认为说这个金价可以走多远呢 短期内有没有可能突破到美安市2200美元的水平呢 其实进入三月份以来 金价联系七八天都理创记录啊 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的新高 我们这个业者也是蛮关怀 就是讲关注这个课题 这个其实金价一直上升 有很多个因素 主要是疲软的那个经济数据或美联储变相的采取宽 宽松测试 这些都是正面的 对这个黄金攀升的价格都是正面的 还有市场逼选的需求仍然有真无减 好像这个俄乌战争啊 中东的战争啊台海的居士等等 然后就是在各洋行这个7美元趋势之下 大家都增加买进这个黄金作为储备金 这也是给这个黄金价格很正面的一个影响 当然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助推 也是其中这个蛮重要的因素 还有就是我们今年是农年嘛 所以很多这个中国人的市场啊 尤其我在东门里面有接触到很多这些 黄金的市场 在各个国家的黄金市场的行情 这个春节啊 这个买气还是蛮旺的 虽然金价这么高 真的是历史新高 在每个国家都是门市价 金价都是历史新高 可是买气还是很旺盛 这个也是促使这个黄金价格 一直高起不跌的主要原因 至于会不会冲破这个2200美元 一个安市 这个很多这些市场的调查因 尤其是对这个黄金市场关注的这些 投资者啊 央行的他们都认为 看这几天呢 这个美国要报的这些风险呢 这些通货风险呢 这各个指数 如果是正面或者是消息比预期 指数比预期来的跌的话 其实冲破2200 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银行都预测 今年的黄金走势 应该会破2500吧 那既然金价可以突破2200美元 那么高嘛 很多人可能就会买金来保值了 那么你能否给有意投资黄金的投资者 一些建言呢 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些黄金的走势 价格走势的话 大家都会可能都会了解到 就是通常你连账的几天 他们都会调整 价格肯定会调整会跌下来 然后会不会再冲上就要看其他的那些各个的因素 所以我的就是建议 就是假如有意要投资黄金的话 可能把你或者5%10%的那些资金 在那个黄金价格低落的时候 可以买进一些来处处 就是做应对这些投资的风险 劈开这些分散 分散那个投资风险 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的 就是讲没有一个很好的时间 进场的时间 就是各企所需 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买金 其实不是短期投资的一个工具 买金你一定要是中长期 其实有一个投资者讲一句话很好 就是你不是买金来赚钱 你买金是希望你以后不会亏钱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要听起来就是长期保质的一个效用 对 好的 谢谢德明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关于金价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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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